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是這一個初夏限定的桑聖口味的乳酪蛋糕 我們現在來開箱給大家看 這是剛剛才拿到的桑聖口味蛋糕 這裡都有很清楚的成分表 黏得有點緊 打開箱可以看到是因為是冷凍宅配 而且我又放在冰箱的陣子 所以就是有點結霜 旁邊有提一個塑膠的袋子 看這張把它打開 有點難,這裡有個膠袋 所以我們今天要試吃的開箱的蘿蔔蛋糕 那我們現在就來切蛋糕了 剛剛我在工廠上面有看到他們有介紹一招 就是讓蛋糕切起來可以很漂亮的方法 那就是呢,準備一瓶像這樣子的熱水 裡面是一個半溫偏燙的熱水 然後呢,將你們要來切蛋糕的刀子 泡在熱水裡面加熱 拿起來之後呢,將衛生紙或是布 將刀子上面的水測擦掉 然後呢,對著你的cheese cake的蛋糕 切一刀 切完之後呢,可以看到它裡面其實是有三盛果粒的 你看這邊,它是有一顆一顆三盛果粒在裡面 然後呢,乳酪蛋糕裡面的蛋糕體是偏淡淡的紫色 就是香腎的原色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吃剛剛切好的cheese cake 這次買的是他們所初恰限定的香腎口味 其實我自己不是很喜歡乳酪蛋糕的口感 因為我覺得純粹的乳酪蛋糕 它其實會有點太多的奶味 我不會特別的喜歡 但是它這一次將香腎的口味放進去那個乳酪蛋糕裡面 香腎的甜味跟酸味有將奶味壓下去一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一款其實這樣子的配合還蠻好吃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它這邊 是有完整果粒的香腎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並不是只有香腎的甜味 而是可以吃到完整整的香腎純粹的口感 然後加了香腎在裡面的乳酪蛋糕 並不會因為醬子而很甜 它只是多了一個香腎的風味 啊,光著說 如果你覺得這樣子的香腎對你來講不夠 他們有提供一個這樣子的果醬 有看到嗎? 香腎果醬 是你只要買蛋糕,它就會附在旁邊給 我們可以看到它果醬裡面 它其實是有果肉的在裡面 那我們現在呢,將我們的果醬 淋在我們的cheese cake上面 看看它的風味是怎麼樣 好,我們來吃吃看 加了果醬之後的乳酪蛋糕 會不會有其他的火光 加了果醬之後的香腎乳酪蛋糕呢 它的甜味會提高了一點 除了蛋糕體裡面的果肉之外呢 你也可以吃到果醬裡面的果肉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吃香腎的顆粒的話 很建議你可以加果醬來吃 但如果你不想要吃太甜 那我就比較建議你就是不要加果醬 直接吃這個蛋糕的油味就好了 好啦 那我們開箱就到這邊結束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母親姐應該還會再買一顆 讓我媽媽來品嘗 今天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那我就繼續來吃蛋糕囉 掰掰 這是中爵的香腎乳酪蛋糕 然後現在目前呢 它只有到5月3號有找鳥的預購價 然後等一下會趕快再下訂一個 然後讓它可以在母親節的時候送來 讓我媽媽可以吃到這個 很特別酸酸甜甜的乳酪蛋糕 這裡是延期生活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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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